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支視頻呢 是要給大家做一個日本的海桃開箱 本視頻由豌豆公主獨家贊助播出 什麼是豌豆公主APP呢? 豌豆公主APP呢 是一個專注做日本海桃的一個電商平台 同時呢這個平台上面有許多 我非常感興趣的品牌 比如像是Lunasso 還有之前我跟大家推薦的Suku的腮紅 都在上面都可以買的到 重點是他們家有許多品牌的獨家代理權 比如說像是Hachi 奧密斯 Watosa 以及Mikimoto 好那今天呢 我將用我所收到的所有產品 來完成這一個妝容 給大家做一個first impression 如果你好奇呢 我是如何完成這個妝容 就請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我們就先來開箱 我這次呢收到的是這兩箱 分別呢是從他們的日本倉 以及他們的廣州保稅區倉寄出來 日本倉只有呢大概是要七天左右的時間 那廣州保稅區發貨的話 大概是三到五天的時間 那由於這次呢 我是在春節期間下的訂單 所以這次呢 我的日本區的箱子來的比較快 我覺得大概五天左右它就到了 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先把它們都拆開 因為這次呢 我為了給大家做一遍臉上妝 所以呢我從底妝開始呢 基本上每一個步驟 都有挑選產品來試用 好奇大家今天拍攝的環境呢 就是靠著窗戶旁邊 雖然我們的樓層非常高 但是那個車的聲音還是蠻大的 希望大家能見諒 我後期盡量把它修掉 它裡面包的還蠻岩石的 就是裡面都有那個充氣袋啊 和這個氣泡墊 還送了一些小的 像這樣的試用妝 然後它包裝還蠻那個的耶 你看它的眼影跟那個粉狀的東西 它是直接塞在一張氣囊一樣的東西裡面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它網上是叫做 Saborino 好難捏喔 Saborino早安面膜 它這個是滋潤的牛果的 裡面有32片這樣一包 就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是把它 都開 然後就直接這樣 好涼喔 它是清涼型的耶 他們有說好像這一款比較適合在夏季使用 就是臉會感覺涼涼的 然後有什麼降溫的作用 那我覺得那個豌豆公主 他們的APP有個很不錯的地方 就是他們把每個產品的資料 然後使用方式 適合的人群的信息 都寫得非常的詳細 只要敷一分鐘就可以了耶 真的假的啊 這麼快嗎 開始計時 好0 計時一分鐘 我覺得這好適合夏天喔 夏天一定爽爆 上班的時候浮一個 浮身機 嗯 好舒服喔 它應該到底有什麼東西啊 日文看不懂 看中文 裡面還有水 甘油 BG 抗快 欸一分鐘這麼快 一分鐘也太快了吧 一分鐘 一分鐘也太快了吧 是不是覺得 感覺應該要付五分鐘 才有那種 我把你每一吋精華都用完的感覺 然後他說把它摺疊完之後 輕拍 OKOK 把它吸收一下 欸它水分不是特別的多 不會滴落下來 然後到粉底的部分啊 粉底呢 就是我真的非常期待的 IPSA他們家的粉底液 我買的這款呢 是適合混合肌使用的 他們家好像有分 就是什麼適合乾肌使用的粉底 跟適合混合肌 或適合油肌使用的 所以你們大家就依照自己的皮膚狀況去挑選 那我的皮膚呢 是比較混合性的 夏天偏油 冬天偏乾 現在臉頰比較乾 所以我就有點擔心 它不知道 喔不OK 我們反正今天都來試試看好了 我現在來上妝 鏡子呢 請小助理 幫我變一個小鏡子出場 我兩個啊 今天來這個工作室拍視頻 然後兩個人都往我帶鏡子 然後現在身上只有這一個大小鏡子 我覺得好白喔 天啊我覺得好白喔 這個顏色欸 流動性算是中等 先上一半邊吧 看起來好白喔 你覺得不錯啊 它的質地 質地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有點破不太白啊 它質地算是很輕薄的 不會厚重 也很好推開 沒有什麼味道 你們覺得呢 小助理看看我的臉 所以我覺得很好欸 目前為止 我是感覺 它是有提亮膚色效果 但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的白 然後它這邊的黑眼圈的遮蓋效果 我覺得也不錯 上臉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黏 但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剛剛那個面膜還沒有完完全全的吸收 我現在來上一下左邊 真的還蠻那個欸 還蠻輕薄輕透的喔 沒有那種妝感很厚的感覺 這款我喜歡欸 滿意滿意 接下來呢就是 畫個眉毛好了 我覺得我沒有眉毛很奇怪 接下來我們來畫個眉毛好了 我買了那個 Kiss Me他們家的眉筆 我最近的眉毛非常的難看 我左邊呢 算是我比較喜歡的眉型 然後右邊的眉型 總是很大一塊的殘缺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把右邊的眉毛 畫個左邊一樣 所以最近真的是很困擾我 而且我在右邊這一個很爛的眉型 的情況下呢 還長了一顆很大的痘痘在這邊 欸 欸 喔這樣啊 這樣子 非常非常細的 筆頭 顯色很弱 然後要一筆一筆勾 它上眼還滿自然的 可是它居然沒有那個刷頭欸 我不喜歡沒有在刷頭的眉筆 好在它顏色不是特別的深 讚吧 嗯 嗯 就是很自然的眉型 我個人是喜歡稍微再顯色一點的眉筆 哇天啊 這個鏡子讓我有點要鬥雞眼的感覺 就這樣 疼痛 欸畫起來真的滿好看的欸 今天用的東西真的滿好用的欸 眼影呢 這次我只買了單色的眼影 我想說今天的妝呢 想要走那種很清淡的路線 那我買的這個眼影呢 找這個樣子 名字我不會唸 拆 我買的色號呢是BR303 然後裡面的顏色 嗯 這麼難開 嗯 可以開了 它就是那種很細緻的珠光的顏色 有點像玫瑰色的感覺 上手的時候我感覺沒有那麼的漂亮 但上眼的話我覺得還滿漂亮的欸 那感覺 而且它粉質非常的細膩 好 眼影上完之後呢 就來畫睫毛 今天呢我真的是腦子真的有慘 忘了自己帶我的那個睫毛夾了 所以我今天 我們今天只能塗手 上睫毛看看 我買的是這個牌子的睫毛膏 這款的中文名字呢 是叫做熊野之人 迷人睫毛膏 我們現在打開看看 哇 這麼細欸 它是這麼細的一個刷頭 看它有沒有纖長的效果 哦 它快感覺是纖長型的欸 還不錯欸 我不用夾就翹起來了 可以看到嗎 來給大家看一眼 它不用夾就翹起來了欸 而且它完全沒有蟑螂腳 欸這隻我喜歡欸 好給大家看一下它上完一層的效果 不然要眼睛給大家看 欸 有沒有 鮮長的效果也很強有沒有 欸這款真的很厲害欸 我都不用夾欸 真的還蠻厲害的 而且它都沒有蟑螂腿欸 每一隻都是很纖長很纖細的 看到沒 但是它沒有什麼濃密效果 所以如果你睫毛本身不是很濃密的人 你這隻就 啊 沒什麼濃密效果 接下來呢就是眼妝都畫完之後呢 我準備來畫一下修容跟腮孔的部分 這次買的是這兩塊 一個呢 這個是Canmake他們家的修容粉 好像有很多人說過它這個好用對不對 我們進來試看看 試看看它刷子好不好用 刷子摸起來還蠻柔軟的 顏色還蠻淡的 他們家這款修容粉 顏色是偏黃一點點的 感覺日系產品會比較適合新手來使用 不行我幫我用這刷子 請小叔一幫我變個刷子好了 要大致的重新來掃一掃 嗯不同搭刷子會比較好看 但我也覺得它顏色有一點點 黃 我記得他們家好像不止一個顏色 我覺得對於鼻影來說有一點點太黃了 等一下我往上定妝 我這次買了一個這個定妝粉 好像是WATOSA他們家的定妝粉 小豌豆公主他們家呢 上面就有一些品牌是他們家獨家袋子 大家都可以進去他們的APP看他們的授權書 叮叮 是一個綠色的粉撲 好底邊是那個粉本人 然後裡面配了一個這樣子的粉撲 我現在試看看 這包裝還不錯 然後我就這樣子 一下子 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用 其實我剛剛覺得那個 IPSA他們家那塊粉底 不太需要定妝 這定妝粉好薄喔 它的霧面的效果 摸起來是滑滑的 它上臉的粉感真的很清很淡 個人還是喜歡用散粉刷來上定妝粉 但是這個定妝粉呢 摸起來還蠻細膩的 而且上臉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是那種比較偏透明的定妝粉 那我不知道它控了效果怎麼樣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那種 比較零妝感的定妝粉 之後呢如果我覺得它好用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做後續的分享 那包裝上來說呢我覺得有一點點髒 就是我不是很喜歡這一塊粉撲 然後它這個藍色配色我也不是特別特別的喜歡 你看這個包裝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有沒有 就是我們把粉撲扔掉的話 這個包裝其實是很可愛的 看他們家的包裝 到了我們的腮紅的部分 趕快趕快 我很想用這塊腮紅 我這次故意買了一塊很橘的腮紅 超橘的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好像今年的春天會 會 會 非常適合這種橘色系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橘色的腮紅 我覺得跟MAC他們家的腮紅的粉 我也不用多說了 都是很細膩的那一種 好淡的顏色 這種粉嫩的顏色呢 可以上在你眼睛近一點的地方 比較可愛 所以我喜歡這個顏色 好啦 腮紅就這樣完成啦 是不是有點淡淡的橘橘的感覺在這邊 我喜歡這塊腮紅 這塊腮紅 看起來整個臉就是變馬上日系 日系美少女的感覺 OK 好啦 臉上的妝容全部上完了 現在就上到嘴巴 我今天就用我自己的唇膏來使用 我本來是拿兩支想要來配妝容的 一支是CPB他們家的唇膏 一支是這個MAC他們家的 Tattoo My Heart 我想說好像配起來的話 橘調一點點會比較搭今天的妝容 尤其是因為有這個腮紅在 好啦 這個很配我今天妝容 不要輕輕看 好啦這就是我今天 有來自豌豆公主他們家 產品化的一個妝容 突然間覺得有點日系有沒有感覺 小豬豬 你連頭都沒有看我一眼 你就在那邊說有 先看我一眼 超美的 明星風場 有沒有超日系 我好喜歡這個腮紅喔 我覺得這個腮紅很好看 這個睫毛膏我也喜歡 這個眉筆我也喜歡 唯一不太喜歡就是那個修容 修容算是我比較不喜歡 我覺得睫毛膏和那個粉底 粉底好看喔 我也覺得粉底還蠻好看的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這支視頻的全部內容了 那同樣呢 他們這次有一個新人的優惠活動 就是新人註冊呢 就可以享有 同樣的呢 使用我的公主祕令號呢 就可以享受199-30的優惠喔 那我的公主祕令 我同樣會打在屏幕上方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在視頻的結尾呢 我也會詳細教大家 如何使用這個公主祕令 好啦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這支視頻的內容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 拜拜 如何使用公主祕令呢 結帳時選擇優惠券或 Milling底扣 輸入EVER亮亮就可以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口波真的很差 口波真的很差 哈哈哈哈 我都被你笑死了 彎的 冷到我冷 好嗎 好嗎 我都被你笑死了 好嗎 好嗎 好嗎